港星张志玲最近惹上了一点麻烦事 原始有人看到他的新片《十月初五》的月光现场 跟导演叶念珍争论剧本 最后甚至给导演两个礼拜的期限 把剧本改到根据自己的思路去发展才肯拍 那么大的企业 这真是我们认识的酷膜吗 其实我觉得 大家觉得我是一个会跟人不合的人吗 我相信我的口碑不是那么差吧 可是怎么说呢 一个在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是非 可是我是很明白的 也不会觉得很惊讶 那我只能说我们真的没有不合 我还是非常欣赏导演的 意见一定有 就是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让导演去挑 我觉得剧本是一个可以去提供意见的地方 可是也不能是一种强逼导演去 你一定要这样子做 我觉得这是没可能的 我们去尽量去提供自己的想法 然后希望观众是最大的得意 张志玲解释 因为没有人会比自己更加了解 片中注决出哥哥的性格特点 因此给导演提了一点意见 而自己跟导演偏偏又非常非常的熟 因此就让人产生自己强势的错觉 另外有传张志玲跟袁永宜 以3000万人民币的天价 接下了内地真人秀 两人要来回韩国四到五次拍摄 张志玲承认已经跟老婆接活 又说会把父亲生活 原汁原味地在节目中奉献给观众 但是具体的酬金有多少 他就坚决不肯透露 不迟吧 你非要问那些问题吗 其实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商业的秘密啦 对